字幕提供 我們上了飛機了 Hello 我們這次去哪裡 我們這次去哪裡 我們這次的目的地就是沖繩 現在是早上7點鐘的時間 所以這次我們是4點幾就起來了 他和弟弟很興奮 他天天都在這裡說 字幕提供 我們已經來到沖繩了 其實我們19年的時候 已經是半隊員班任馬又來過一次 我們這次再來 我們就制定了另一個行程 我們下午會再轉機去公野島 公野島 公野島 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去哪裡 我們下午的班機就是3點幾 但因為我們有3個小時的時間 在喇叭機場 剛剛再把行李檢查到機場之後 現在乘搭一間巴士去一個附近的機場 都是坐三四個小時左右 就算去到那邊只有一個多小時 吃個東西 都比好像三個小時 在喇叭機場 這個商場和機場相距20分鐘車程 都有多少大型連鎖鋪 地下那層就有一個food court 餐廳都算多少 主要都是吃日本的東西 我們點了一個吉利豬扒飯 和拉麵 什麼都正常常常 如果接駁內陸機中間有些時間的話 都可以來這裡打發一下時間 但如果不是特別多時間的話 我就覺得這個商場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不用特地來 你們兩個結婚嗎? 一人 你跟一人結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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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我願意 你跟一人結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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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倆很甜蜜 你倆先別揹我 不是這樣的 我為什麼要幫別人的兒子和自己的老婆做事 又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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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兩位司機在機場和租車公司 接頭之後租車公司 就載了他們去拿車 他們之後再開車回來酒店找我們 我們兜兜轉轉 長途拔市 終於來到我們宮古都 第一晚的集團式民宿 首先一進來後面 這裡已經是一個圓關的位置 你幫我介紹一下 你告訴我這是什麼 廁所 廁所 圓關位隔離這個位置 這裡還有一個馬桶 今天就來到一個廳的位置 廳的位置其實都很大 我覺得這裡差一個泳池 我們看看這邊 有廚房位 是一個open kitchen 這裡有一個榻榻米的位置 還有這裡有一個人 發生什麼事? 這裡有梳化床 好累 辛苦了爸爸 我們繼續走下去 我們先看看 這裡有兩張大床 這裡就會另外還有兩張大床 喂 弟弟 這裡是哪裡來的? 這裡是一個簡潔的林浴空間 但我覺得是可以的 很適合家庭 還有整體感覺 其實看上去都挺新的 這裡剛剛一進來 是一股很大的木味 然後我們看看另一間房 哇 這裡又有兩張床 哇 哇 可以可以可以 撞到了 轉回來這個位置 就是走廊的位置 來回左邊 這裡就有一個大小小的廁所 這裡也有很多茶用品 這裡也有 洗機也有 家庭通常有很多衣服 有機會洗 哇 這裡也有得 就像大家軟浴一樣 但如果想浸浴也可以浸 洗澡的位置有兩個 有三個馬桶 所以如果我們七大一小 其實是很足夠的 這個好像是我史上拍過最混亂的room tour 不斷地聽到尖叫的聲音 然後不斷瘋狂跑步的聲音 你又叫謝天愛 謝天愛 好 那我們應該設置一下 我們在民宿休息了一段時間 開車出去市中心已經是八點半了 本身一早找了一間想吃燒肉 但去到裡面發現得很少位置 所以我們就在附近 隨便選了一間都是吃燒肉的餐廳 我們剛才開車都覺得宮古島 真的有一個稍微的香川 真的都很荒蕪 它是只有這款可樂店 配了一個冰杯 380日圓 其實很划算 擠杯全部都是這麼大杯 擠杯水也是大杯 個人超誇張 口燒牛切 牛絲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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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硬 又有口感 又有肉汁 調味又不錯 很棒 而且是彈牙的 一大塊牛肉薄燒 汁跟牛很合 但這個牛就不算很肥美 你看這個 很出色這塊都很帥 姐姐 很好吃 因為這塊是比較肥美 它有些油香 而且它熱過也燒得很香 我們說這間真的錯有錯 本身也不是這麼來吃 這間有點驚喜 最後我們七個大人加加賣 吃了2700多日圓 肉大部分都很好吃 口燒牛絲真的一定要試 我們已經回到我們的民宿 我現在覺得自己整身都很臭 因為剛剛吃燒肉那裡 它的秋風系統不太行 現在頭和身體整個大層都是燒肉味 今天又坐上凌晨機 而且我們明天早就要出去海灘那邊 所以現在都要快點梳洗好去睡覺 大家如果有看過之前的影片的話 都會知道其實我結婚之前 就去染多了一次highlight 而且這次來到沖繩其實很多行程都是一些水上活動 所以長時間會和陽光玩遊戲 其實對我們的頭皮都會帶來一定的傷害 所以這次我特地帶上 Kundi 蜂蜜 澳洲堅果洗髮雨 和護髮素 和我一起來旅行 這款無論是乾性中性敏感性頭皮 還是染痰手搅髮質都適合用 它們在韓國每一秒就會買出一件 而且還是No.1的香薰洗髮雨 剛才來旅行之前我已經用了它們一段時間 你看到都用了一大部分 我超級喜歡它們的味道 這款洗頭水的味道就是白蛇香 這款洗頭水是一種超級香的花香味 這款味道是你聞過一次之後 你就會把它深深地記在你的爐裡 它的味道也是帶有一種很濃的白蛇香味 另外護髮素這款是一種爽身粉味 雖然它也有一點點花香味 但我覺得聞起來它是偏向爽身粉味多一點 都是一種令人感覺非常舒適和很軟的香氣 因為Kundi 它們有自己的香氣研究所 所以每一種香味都是由專業的調香絲調配而成 這款洗頭水的成分很天然 它有44種植物碎取物 它也含有植物性表面活性 可以很溫和地幫我們清潔毛髮 就像之前那樣我是漂了一些highlight 但保持著用它 髮質也沒有什麼滑點變差度 沒有醋和斷髮的問題也減少了很多 同一時間它也沒有添加12種有害成分 而這支護髮素也含有LPP低分子蛋白質 可以很快地滲透受損的頭髮 幫我們的頭髮補充營養 同時它也有26種對頭皮好的天然成分 幫助維持頭皮和毛髮的PH值平衡 還有它也有6種保護頭髮的成分 用了這兩支洗頭水再加護髮素之後 我覺得頭髮真的保持著很柔順 髮尾也沒有打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試試 今次我會送出這支Kundai蜂蜜澳洲堅果 寫法語和護髮素給大家 一共有20支 這個giveaway去到7月15日就會截止 大家也記得留意一下info box的詳情 快去參加 我現在就洗澡洗頭 要快點睡覺才行 明天早起床 晚安 明天早見 早晨啦 你說早晨啦 早晨啦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叫什麼名字啊 蛤 不是啊 你 現在是早上8點9 我們今天是預約了一個在這邊工古島的tour 是什麼事 為什麼要特意預約這個tour呢 就是因為那個獨木舟是透明的 工古島其實是有名的 水清沙油啊 海水應該是很清很清的 所以呢 我們上網看一些照片 那個透明的獨木舟 是會好像有個影子在那裡 那這個tour就會包括人 幫我們拍照啦 今天其實也挺好天的 雖然有好大救運 至少真的看到一點點藍天 我們現在就走出去沙灘那裡 找回我們的等候人 整個沙灘其實這裡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店頭 然後他們也有不同的裝備 可以在這裡租出去給大家 我們來到這裡之後才發現 原來我們預約錯了日子 幸好這個小時 他也有一架獨木舟 和一塊直立板給我們玩 所以我就選擇了玩直立板 還有也會有一個教練一直跟著我們 教練出去了看著他們 我剛剛想說我的教練應該很放心 我一直都不會是淺水的地區 一開始我想我真的跪著 玩了大半個小時都不敢起來 去到最後教練叫我慢慢試一下 站起來 我終於站到了 但是本身那個套裝備 是包含航拍片的 去到我們出片這一天 已經是過了兩個星期 他們都還沒傳回一些片給我們 幸好我們自己也有拍到航拍片 所以我就不特別推介這間公司 公古島這裡的海水 真的超級清潔 而且在這麼淺水的地方 其實都已經有機會看到海龜 我們的教練一看到海龜 就會馬上叫我們撐過去 其實如果隔著水 就會看不清楚 但是因為我們快直立板 和獨木舟都是透明 如果我們撐過去 透過獨木舟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隻海龜 我們玩完了 我在直立板竟然成功站起來了 他就負責去照顧小朋友 和我們一起撐獨木舟 但是也不錯 剛剛一起去撐獨木舟的時候 看到很多海龜 本身呢 這邊還有一個tour 是可以光看海龜的 然後我們也有說 一天我們出來一天看看 最後看不看到海龜 他們這裡的街會 一直跟我們說 海龜啊 C turtle啊 然後就叫我們去看 那下午大家看看 藍千出來了 剛剛其實我們這裡 是不太會跟別人溝通的 幸好遇到一個在美國住的日本人 跟他們聊天都說 其實這裡的水真的很好 因為他們之前去過夏威爾 看到海龜 但是沒有這裡那麼多 然後他問我們 是不是第一次來宮古島 然後我們也說是第一次 他說他喜歡宮古島多個沖繩 這裡那個海呢 這隻藍呢 你是真的在外面看不到的 我們是回到我們的民宿埔中 去了一間醫療 超級大間 因為我們就想著買壽司啊 刺身啊 可以馬上回去就吃得 你看這個牡丹蝦 挺大隻 其實是賣了五百多元 三十元 四十元 在香港一條三十元就不行 而且我想說 這裡的購物車很可愛 他說有這個位置 讓你下一個電話在這裡 超級甜蜜的 這個設計 真的比個小朋友 在街上 真的很小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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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在我們的民宿吃完東西之後 攤透了一會兒 因為小朋友都要睡覺 還有我們兩位司機剛剛都睡了一會兒 OK啊 那十五分鐘很重要 大概都是只有三個小時車程 三個小時那麼遠啊 不是 三個字車程 哇這個山灘型啊 這樣叫做 雨喇叭前奔 好像一個廣告的口號一樣 後面那條橋聽說很出名 對了叫做來間大橋 你們已經看到了 是粉藍色的 人家說是Mikoya Blue 即是屬於這裏宮古島的藍色 即是去到沖繩的本島 其實都沒有那麼藍 所以真的有機會來到 是要去多些沙灘玩 這是什麼來的 是不是成果 我幫你 想問你是下了水還是做什麼 好漂亮啊 不是你啊 那海啊 超級漂亮啊 有沒有看到海 沒有我未必放不到海呢 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在沙灘離開了之後呢 又回到我們的民宿 又再幫小朋友洗澡 然後再給他們時間睡一會兒 因為跟小朋友一起的行程 大概就是這樣 放完他們電 又要再給他們充電 充完電之後 又再放過他們電 本來已經在網上搜尋了一間餐廳 Hello 上網搜尋 如果搜尋公古島未吃的話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多介紹而已 找了那間餐廳 剛剛上去 我說我們有七個大人 然後他說他們都沒有位 因為我們剛剛開車來 途經有一條大街 我現在身後面這條大街 好像都挺熱鬧的 但問題是 我們現在真的走了幾間店舖 有些又說不夠位 有些店舖說 小朋友要過五歲才能進去 我現在繼續在這條大街逛逛 看看究竟有沒有我們吃飯的位置 結果我們又走進了一間 吃燒肉的店舖 因為我真的沒什麼選擇 這個小朋友剛剛睡覺 叫極都叫不醒 是不是你 一會叫你很久都不醒 你睡了整輛車 你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你在這幹什麼 你都在那裡裝了 我們又試一間不打不撞 走進去的燒肉店 是什麼情況 這個來吃之前 又和昨天一樣 他們會先上了一個好像前菜 這樣的東西 上面都會有一些牛肉 這間店舖就是售公鼓牛 我們之前就沒真正吃過 這個就可以試一試 煙燻牛肉 感覺就好像西蘭牛肉 但它沒什麼味道 我試一點點這個牛肉塌塌 這個醬拌得挺好吃 你不覺得可以生的 這個挺好吃 一塊好像和牛牛牛辣肉的部分 是 油脂重一點 但沒什麼好吃 我剛剛吃了一塊覺得 牛角的質素 試了幾塊之後都覺得 有些是OK的 這個醬汁也很好吃 但今天只給了一款醬汁 但問題是連今天這個醬汁 我都覺得真心一般 我覺得好像牛角都給多了它 好吃是飯 他們有一個面試紫菜蛋飯 是挺好吃的 我們剛剛試到公鼓牛的味道 我們用了五萬日圓 而昨天我們只用了二萬宗 價錢差了一倍 究竟我們得到什麼呢 就是一個比較舒服的環境 我們真的用了兩倍的價錢 今晚這一餐 我剛剛有走進去看那個格局 我都猜到是要這些價錢的 肉的質素就是 昨晚那間 因為我們都吃完 真的很大股味 吃完出來之後 那聲音很臭 很大股油煙味 然後它的地下又很油 但你給我再選一次 我還是會吃昨晚那間 因為昨晚那間真的好吃很多 好 那我們現在就打到回府了 明早再繼續我們的行程 好